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包括 一、年龄,随着年龄增长,患高血压的风险也会增加 二、家族遗传,如果你的父母或近亲有高血压,你可能面临更高的风险 三、肥胖,超重或肥胖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 四、缺乏体育活动,过度静坐和缺乏锻炼可能导致高血压 五、不健康的饮食,过量摄入盐分,不吃足够的水果 蔬菜和全穀物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 六、吸烟和酗酒,吸烟或过量饮酒会导致血压升高 七、慢性疾病,某些慢性疾病,如糖尿病,肾脏疾病和睡眠呼吸暂停 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 八、压力,高强度压力可能会暂时提高血压 需要注意的是,拥有一个或多个风险因素并不一定意味着你会患上高血压 然而,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并定期间测血压非常重要 特别是如果你有任何风险因素 咨询医疗专业人士已获得个性化建议和指导